各位朋友,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真的很讨厌一种 就是讲话是两套标准的 见人说人话,见狗说鬼话 他认为是对的就对位 他认为不对的就是不对 那很遗憾的民进党就是这种双重标准 他所谓的假消息 就是不符合他的利益 不符合他的喜好的 全部叫做假消息 民进党你知道吗 他以前在野的时候 他坚决反对美国的莱猪进口 他认为应该零减出 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的毒素进来 可是他今天执政了 也没有问台湾的老百姓 就一直行政命令 说明年的1月1号开始 美国的莱猪就要进口台湾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坚决捍卫所谓的新闻自由 结果呢 他今天上任以后 不到几年的时间 就把中天新闻台给关台了 这个是冒天下之大不会啊 可是民进党照干 你看看现在民进党 他掌握了所有的权力 立法院的权力是他的 整个执政权力是他的 媒体99.9% 基本上都是绿营的媒体 也是支持他的 唯一剩下的是中天 他要把他砍掉 所有东西你可以看到 他认为是对的 就是对 只要是不合他意的 就是一个假消息 我个人觉得说 这种东西 民进党将来一定会反思回去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多行不义啊 必自毙啊 我觉得民进党今天把认为 只要是合乎他的 就是对的 不合乎他的 就是假消息 这真正久而久之以后 就是多行不义 必自毙 等会认为 红标筹